你今天是为什么被抓呢? 就是卖水嘛,卖灯子,一个灯子都没卖,帮我抓了。 像我们受过毛老教育的人,都不会做完事。 我或者站着,或者我捡了好多手机, 主要是你的手机在睡觉或者留在外面的, 我从来玩意不会掀起来。 我一般的大部分都是把脚轻轻提起来的, 手机收起压压不压的。 我捆好包的时候,我捆到灯下瓶, 这些都是灯下瓶炒成的。 按照毛老的时代,工人做房子, 治理上学以后,基本上都不出去。 医生看,生病也不需要看出去。 住房子都是有单位的,都是治国家的房子。 生大病是国家的,工厂的生大病。 孩子们上大学,都是免费的。 这些是国家。 你比较怀念毛老人家的那些事? 是啊。 我可以这么说,年纪比较老的, 都可以怀念。 他基本上都不过这么说, 大家要哭,都哭。 要哭,都哭。 毛老的时刻就是, 他那个时刻, 他也是自己不发现的工资。 上年自然障害的时刻, 他也一样的工资。 他也一样的工资。 您这个话, 现在很多年轻人肯定听不懂。 是啊。 毛老的时刻是什么东西的物价, 是一个往下降, 现在是平平安上升。 毛老的时刻, 我们起到最早的时刻, 你是8分7亿的行。 8分7亿的行。 现在反正是, 翻了多少倍? 最便宜的都是那两块后鸡。 您觉得这辈子, 比如在60多年, 您觉得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? 最豐放的反正, 也就是二十几岁了, 三十几岁。 现在人们干活, 你没的钱就贪不干活, 那四个反正是, 加完加完都没得到什么报酬的。 但是工人们都是平平地反正说, 不让你去加完, 你也觉得反正说, 你能得到得利不好, 那都是毫无报酬的。 现在你看, 加班和我说, 你不够钱, 谁给你加完去? 你一个东西, 帮不起, 那, 那, 就是毫无报酬的。 你能不能帮我提一下, 多少钱, 什么都讲钱的。 我可以说, 丁亚平这个社会, 中国人的素质都它的寄钱链, 还不是原始社会。 好。